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巫统代表大会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强调 巫统在第十五届大选后 可以与任何政党商谈组织联合政府 为前提是巫统必须是老大 他今日在巫统代表大会 他会发表演迟迟表示 巫统迷今没有与任何的政党谈判 但巫统必须回到政治斗争的原点 即巫统必须继续领导 而不是被领导 巫统必须是统治 而不是被统治 他也强调 巫统坚持最高理事会的决定 在来届大选不会与土团党 安华和行动党有任何的合作 而在了解当前政治现实 国政应该保持警惕 并已决定独自面对来届大选 他说 巫统已意识到土团党对巫统有不忠诚的政治轨迹 因此所有的代表必须同意及接纳最高理事会 一决拒绝与土团党合作的决定 他还强调 巫统最高理事会将继续捍卫巫统并坚持立场 不会被一群谋权篡位者说服而改变决定 他揭露 有人企图收买巫统的尊严 也有人施压要让巫统解散 但他都拒绝了这些提议 他指出 如今的政治现实迫使到巫统必须 做出新的政治调整来继续创党以来的目标 并坦言支持组织国盟政府是为了人民 巫统不成也不会支持国盟内的政治联盟 另一方面巫统前副主席西山穆丁则认为 国阵将独立上阵乃属言之过早的言论 因为国阵无法决定何时展开大选 只有首相才能决定 他说巫统今天所做出的决定自关重要 若如首相所说 土团党将上阵所有议席 而巫统及一党也分别各自上阵所有议席 将影响来届大选的凝聚力团结及稳定性 而巫统元老东姑拉萨里认为 既然不再和土团党合作 目前在国盟政府中担任部长 副部长以及在政府相关公司任职的党员 都应该立即辞去相关职位 他说不再和土团党合作 也就是意味着巫统已经不再和国盟有任何关系 那在国盟政府下受委者都应该辞职 另外首相慕尤丁则表示 若巫统继续坚持且不希望在议席分配上妥协 那么国盟准备在来届大选出战所有议席 他说 巫统最好能够出战所有国会议席 如果赢了就组织政府 他无所谓 但巫统若要拿完全部议席 那国盟也要全部 无论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也可以 这就是政治 他昨晚出席主持一项签约仪式时表示 如果巫统决定在第15届大选不与土团党合作 他也不会反对 但他强调他不想公开辩论和讨论议席分配问题 并非因为害怕 而是优先考虑人民的福祉 把焦点转向槟城 槟城著名企业家间慈善家 拿督斯里祝清坤举生 昨晚7点40分在医院安详逝世 杨丽享年95岁 享受积润100岁 家人将为他办理校商 祝清坤生前除了经商 也活跃于社团组织与公益活动 他在1950年创立了军纪茶行咖啡粉厂 60年代开始参与社团活动 在他出任各华裔乡团领导期间 自力维护华社、华团及大众权益及地位 同时他也热心教育及慈善公益 其儿子住有承受访时说 父亲自2016年去中国海南省时中风 返国后身体行动就不大方便 昨晚在医院试试 他还说 家人商议后决定在来临的周四晚上8点 在桑府为父亲举办公祭仪式 让乡团、社团、商团、学校及社会团体等拜祭 这期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